欢迎收睇有线新闻艾余恩娜 通关第一个工作人超过52,000人出入境 南下旅行占大约3.7 比例稍微高过第一日通关 12,000多人用港铁落马洲站 上班繁忙时间上水站不算太逼 游医员说会继续监察水货核问题 王俊轩报导 通关之后第一个工作日 在上水站登场由落马洲开出 前往金钟的列车都还有座位 朝早繁忙时间平均2至3分钟一班车 每三架才有一架是由落马洲开出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 来往落马洲的班次 已经由疫情前每日90班增加到135班 相信足够应付需求 无论假日或者是上班的日子 都应该处理得到通关 以及本地交通的安排 顺值前后或者是跨境学徒 他下来回学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着情况之后 去商讨有没有需要加班次 车站人流不多 疫情前水货店临临的新汉街 也都只有零星旅客拖劫买东西 这两天过来都一个大陆客都没有 大陆的人都限制很多东西 基本上都无法过来 是吧? 疫情一点都没有帮助 这条街原本有不少大型连锁药房 封关而来 不是撿了一粒 就是缩减了电面 而他们原来的铺位 现在已经变成了浴宕或者菜摊 区议员预期 农历年前后旅客会增加 应该将这里都列为一个观察点 特别是我们都去了讯给我们的副司长 可以派多些人手在那里巡策 有线电视记者黄俊谦报道 内地不少民众赶去办理副港签注 当局说多个办政大厅 未来几日的月曰都已经爆门 海湖虹在深圳报道 正式恢复办理副港旅游签注的第一个工作日 位于深圳福田的办理大厅 一早已经人头涌涌 不过由于预约名额有限 不少人都要打到回府 因为在那边登记结婚 要去领结婚那个登记书 很难打算今天去的 但是我不知道要预约 所以没有预约上 到下周一都是满的 本来就是抱很大的希望 到现在又弄不了 我也有朋友在香港 他们都说上水啊 就是说那些店啊 都是说哎呀 等着香港人 都要大陆人去香港啊 去买货呀什么之类的 等了一天都没有大陆人去 我说我们这边根本都没有签到证件 就根本都过去不了 深圳当局说 近期收到的办证预约数量急剧上升 福田、南山、罗湖等区的办证大厅 都预约爆满 呼吁市民分流去到其他核区办理 目前要去香港的内地居民 需要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 去到市内的公安出入境大厅 办理三个月或者一年内 一次或者两次的旅游签住 在福田口岸继续有不少的旅客 拖着行李来往香港和内地 也都有内地旅客说 打算避过人流高峰期之后 才去香港 19年到现在 差不多四年 四年没去了 很激动 刚刚去就抢到了刚好 运气好了 先避免高峰期 就等过完年吧 过屋看一下那边的亲人 内地旅客在获得签住之后 就可以在深圳口岸出入境系统预约 凭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过关 根据预约过关系统显示 目前未来七日内 福田、深圳湾等四个口岸的名额 仍然充足 有线电视记者许胡虹在深圳报导 内地社交平台有中介宣传 过境到香港接种二架疫苗 标榜套餐式收费 包括交通住宿 有提供自费疫苗接种的医疗机构 暂时查询比较多 未算太多人愿弱 有中华报导 提供给非港人自费接种的 福必泰二架疫苗 公广几日 内地社交平台小红书 有中介宣传来港 想接种二架疫苗的套餐 声称提供一对一医疗咨询服务 也有专车接送 同于订酒店、机票等 价钱由1600元起跳 现在又提供自费二架疫苗的 医疗机构为数不多 我们以顾客身份问过其中一间 已经开打的医疗体检公司 职员说打针的人未见踴躍 还有外面很大的机构 其实他们说是16号才打 不知几号才打 我们就比较 因为我们要的量不多 其实这几天我们打了 都是打了二十多个 都不是很多个人 有提供自费接种服务的私营医疗机构 就说预订疫苗要多几天才运渡 最快下星期一才有针打 他说暂时有几十人预约了打针 而为非港人打针之前 会先详细问对方的病例 包括有没有受过感染 以及确保曾经打过两针原始疫苗 才会为对方接种二架疫苗 尤诗电视记者又进化报道 社区检测中心即日开始 接受三岁以下的幼童检测 政府说因应过关需要 即日开始将社区检测中心 和检测站的服务 扩展至三岁以下的幼童 可以自肺做烟喉息子核酸检测 以便入境内地 医会亦都会评估一岁以下的婴儿 是否适合采养 至于新增确诊 有11,641宗 主要是本地感染 323宗是输淫 多64人死亡 医管局说当中一半死因 和新型肺炎有关 16间安老及残疾院成 一共21个院有确诊 908间学校 情报2,668个学生和教职员感染